第四季节目 恭喜云姑娘 恭喜执任大人 你刚才叫她 执任大人 是的 与公子成功通过试炼 在我心中 她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执任了 所以 公子已经剪了我们身上的十星之月 没有 你还记得 岳长老跟我们提过 三位最重要的药材吗 无疆 虚雨草 剪毛 这是岳长老 在跟我们玩藏头诗呢 藏头诗 虚 剪 没错 十星之月的毒 根本不需要剪 曾经执任大人第一天就脱口而出 说十星之月是无解之毒 我当时还吓了一跳 想说执任大人未免也太过天资过人 能够解开无解之毒 才是挑战 现在才明白 当初岳长老说的无解 不是无法解 而是无虚解 半月之营 会让你们全身像被烈火灼烧 如果迟迟不解 烈毒就会攻心 就无药可救 所以我吃下的 根本不是毒药 不但不是毒药 而是一剂非常珍贵的补药 这也是白草菜 对于十星之月无效的原因 没错 十星之月在佛下后 虽会让身体感到痛苦 但只要能熬过去 所有中毒症状 都可以自行消除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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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